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賀芬咸圍剿科龍 在星期六凌晨 新一輪德甲率先有一場角逐 賀芬咸將主場對科龍 科龍極為依賴主場搶分 他們作客的戰鬥力很弱 今場要面對近年來的黑星賀芬咸 科龍真是空多吉少 說回賀芬咸在首輪聯賽4比0大炒 奧格斯堡之後 所有球迷都對他們滿懷期待 但球隊之後出現連續四輪不勝 足以夫斯堡開局前五輪取得4勝1和 當賀芬咸面對強勢的狼補時 他們竟然可以3比1反勝 送狼補一場守敗 從上述的情況看到 其實賀芬咸今季的整體表現並不穩定 陣中多特9名球員有入球 但入球最多的職格布倫拿神 只能入三球 看到球隊的攻擊點較為分散 其實是有好有壞的 可以多點齊發 但沒有一個主力的攻擊點 安祖爾卡拉馬力 現在需要擔當主力攻擊點 作為球隊中出戰第七個 賽季的老隊員 他需要令球隊進攻上更具威脅 領隊賀恩尼也要求賀芬咸 和踢出整體勝 賽季至今 崑牆控球率達到55.9% 全球成功率達到81.1% 這些數據都是德甲中屬於中上水準 但反觀科龍 他們今季的控球率 低於五成狀況下 所以他們都未能贏球 何芬咸今場主場作戰 再次盈利薩基 在陣容方面 後衛賓哲文 胡比拿 和中場馬高約翰 都欣賞缺勤 科龍今季帶給人一種 異軍特棄的感覺 安東尼蒙特斯特 回到科龍 已經是第四個賽季 他終於找回 當年在當季聯賽 射入25球的感覺 他目前七輪過後射入4球 已經追平了1920賽季27場聯賽 指入4球的記錄 而科龍今季唯一一場敗仗 就是輸給班霸 拜仁慕尼克 看到球隊頗具韌性 但開局的出色表現 其實不知算不算是科龍 彈花一現的表現 除了金匠 要面對黑星賀芬咸 他們之後還要面對利華古遜 多蒙特這些豪門勁女 所以說 今季雖然科龍擊敗的對手 有格雷特霍夫 波琴 以及哈法柏林 但他們只不過是一些 星班馬 以及在上季 只能夠互給成功的隊伍 所以說 都沒辦法判斷科龍 他們的真正實力 另外 之所以說 賀芬咸是科龍的黑星 佳欣雙方過去六次交鋒 科龍全部落敗 德塞球比是4比20 這些無疑令一眾球員 產生心理陰影 在陣容方面 中場迪澤盧比錫因病缺陣 後衛讚尼斯、漢欣 和中場艾耶斯、史基里 都因雙鼻尖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